請收看 為心世界 用心看台灣 全民健康保驗 山高污染世間塵 傷不忍 興奮清淨 紅群老祖法全圈 中華三祖的流泡 蔓延子孫一萬年 各位三信大德 縣市同修 大家好 歡迎收看全民健康保健 為了要確保全民健康 讓大家更知道保健身體正確的理念 我們特別邀請台灣最優秀 各科專業醫師群 來關心大家身體健康的問題 增加健康的專業知識 帶給社會 家庭 每個人都能夠平安 健康 快樂 今天非常高興 我們邀請到的就是中山醫學大學副社醫院 耳鼻喉科 何旭爵 何醫師 何醫師 你好 李直播 您好 各位觀眾朋友 大家好 我是中山醫學大學副社醫院 耳鼻喉科 何旭爵醫師 何醫師 我們知道就是說 為了你個人的專業的工作 一定是常常對外在做宣導 演講 還有做一些我們的衛教的這些課程 是 當然多少會參與這樣的活動 是的 大概都會去哪些地方呢 當然就是媒體也是有 社區也有 當然最常需要做的還是來看診的病患 我們當然必須要做一些詳盡的說明跟衛教 你都要一一的跟他們講解他們的情況嗎 應該是 我們還是必須盡量要讓患者能夠充分了解 是比較好的 沒錯 因為我們每個人 其實眼睛可以 我們自己可以看到眼睛 可是耳朵好像從這個耳朵孔裡面進去 什麼都完全不知道了 所以以前小時候總是認為說有長了 這個耳朵其實都可以聽得到的 那事實不是如此 我們的耳朵其實很複雜的一個構造 是 我們的耳朵其實就 以前都說臭你郎 臭你郎 聽不這樣就叫臭你郎 但事實上當然耳朵裡面還涉及蠻多的構造 跟我們的生理跟聽覺都有相關的 是 所以常常為耳朵來看診的人 現在的人數有增加嗎 是 因為全民健保以後大家看診就醫比較方便 而且成本也相對低 所以當然在大家對於生活品質上不只是不舒服 有時候聽力上如果 或是其他的問題也都會來做看診或是諮詢 是 我記得小時候會在睡覺的時候不小心有螞蟻跑進去 或者是什麼跑進去有聲音 很害怕的 那個也是要找耳鼻喉科嗎 最好是要諮詢專業的醫師 因為有時候不確定耳膜有沒有破洞 或是說這個小動物有沒有造成傷害 有時候是需要一些工具才把它取出來的 是 所以遇到這種情況多嗎 我們遇到蠻不少的 就是我們曾經從病人的耳朵裡抓出蟑螂 螞蟻 瓢蟲 那有時候是一些玩具 小朋友自己塞了BB蛋 或是玩具的小耳環的玻璃珠子 這個都遇到過 是喔 那這個藥怎麼樣幫助它 用假的嗎 用假的 通常我們會稍微使用一點點表面麻醉劑 但是如果說表面麻醉劑還沒有辦法處理得很好 或是說小朋友太小 無法配合 一直哭鬧 那為了安全 我們會建議家長同意的情況下 進手術室全身麻醉 小朋友睡著乖乖的 我們好好地去處理 才不會掙扎嘛 對 才不會受傷 掙扎受傷 是 那好 你剛剛說有蟑螂 對 蟑螂 蟑螂多大 小的 大的當然跑不進去 那種小的蟑螂 的確遇到過 是 所以其實我們耳朵是很重要的 如果說這個跑進去的 你說這個小動物啊 是 它是對我們耳朵有傷害的 把耳末弄破了 會影響到我們的聽力嗎 會 會影響聽力 而且甚至會造成感染啊 流湯 那流湯就 流湯流膿感染 那就真正叫做臭蟑螂 真的會發臭的 是 那這個有辦法修復嗎 如果經過適當的診治呢 如果藥物 有時候大部分其實藥物就可以處理啦 那如果真的藥物處理一陣子沒有辦法修復 當然也可以用手術來修復 是 所以最好要睡覺之前 真的要整理一下 有時候你吃東西亂扔 有在床上吃東西啊 總是會產生這些的問題喔 這其實是可以不用發聲的 不過我相信我們有很多的這些朋友 你一定會感覺到 就是說很深的感受 我們其實耳朵可以聽到很多大自然的聲音 這其實就是很幸福 的確是 但是當我們耳朵稍微出了一點問題的時候 毛病就來了 所以我們今天請到就是我們耳鼻喉科的 何醫師 何敘玉覺 何醫師喔 我想一個問題喔 一定很多人想知道就是說 聽都聽得到啊 到底什麼叫做正常的聽覺 那聽障又是什麼意思 是 聽障就是指說在正常情況下跟人家溝通出問題 出問題的情況下 那就是聽障 是 那正常聽覺來講 我們一般定義就是說 是的 來 我們的 我們今天何醫師有準備一個資料來給大家看的 我們耳朵正常的結構像是這樣子 從外耳收集聲音 那進來到耳膜 耳膜其實像一個低音喇叭的單體 凹進去 然後震動 震動之後呢 經過三個聽小鼓傳進來 這個圈圈呢 像蝸牛一樣叫做我們的耳瓜 耳瓜是我們的神經單元 然後耳瓜呢 經過耳瓜神經 再把它傳導進去我們大腦 我們才知道聽得到什麼 是 這是 那另外就是說 一般來講大家都會提到說 什麼是正常的這個聽覺 那正常的聽覺一般的定義 我們看這個圖的話就是說 我們正常定義正常的聽覺是在25 20分貝或25分貝以下 這算是一個正常值 那分貝數的話呢 是 就是越大 越不好 越小 越好 所以當醫師跟你說 你這個 譬如說60 80分貝 代表聽力是不太好的 那假設醫師告訴你的數值 你10分貝就聽得到 你耳朵非常厲害 非常好 就是我們一般說的 你耳朵好靈敏喔 對 是 是 你那個小小一根針掉下去就聽得到 對 那就是在25分貝裡面喔 對 喔 是 那一分貝 就說這分貝到底怎麼樣 譬如說我們看有些在測量說 這個地方有沒有雜音啊 有沒有噪音啊 它用分貝來量是什麼意思 對 分貝是這樣 分貝它是一個對數值 對於聲音壓力的對數值 那正常的分貝當然我們一般25分貝以下 就是剛剛李卓博講的 一根針掉下去聽得到 那可能是0到5分貝而已 喔 太厲害了 那另外就是說我們正常在安靜環境下 面對面對談大概是40分貝 OK 那假設我們在馬路上 像一部卡車轟轟轟轟過來 我們覺得哇 有點害怕 那種響度大概是80分貝左右 那一般我們工業上定義的噪音 也是在80分貝以上 80分貝以上如果長期 一天暴露超過連續80分貝超過4小時 那這個可能就要去探究說 這樣的工作環境是不是長期對人體有危害 那譬如說你在飛機場 在那個引擎附近 那個分貝數大概會達到100分貝 是 所以如果我們的工作場合裡面 它的分貝數越高的話 可能影響我們的耳朵很大了 會 會造成噪音線的永久性傷害 喔 是 對 有一些職業類別 譬如說在鐵工廠 在造船廠 在鋼鐵廠 或甚至我們這個很勞苦功高的 這個刑警警官們 他們每兩個禮拜要打靶 那打靶那個手槍的聲音是很大聲的 那個長期都會造成一些狀況 所以其實耳朵它是有職業傷害的 是 有這個可能性 所以在假設在暴露在這樣子的環境下 最好都要有防音耳罩 才會去保障我們工作場域的 這個耳朵的一個健康 是 我有感覺就是說 一般的農人講話的聲音是特別的大聲的 對 因為他們的工作環境 可能在很空曠的一個地方 在田地 那在田地可能 我跟你要講話 隔一個田地 或是幾個溝 種植的地方 都要講很大聲 大概是不曉得是耳朵的關係 或是環境的影響 或者是習慣 我總覺得這些農人講話聲音都很大聲 這個跟外面的環境有關嗎 假設是農民 一般在田地工作的農民 大部分他們反而並不算是噪音環境 因為他們是在開闊處 是 聲音的這個能量散得掉 所以它可能只是因為距離 所以需要大聲 但是反而是 假設你是在一個密閉的空間 是 特別是小房間 譬如說現在年輕人有時候去唱KTV 是 房間很小 那個音量開得很大 對啊 因為那種傷害性反而是比較大的 是 是 所以可以去但是不能常常去 是 因為那個環境真的聲音太大了 是 不過還有一點我想 可能大家都有這麼一個情況 就是說 我們常常就是在我們的手機 現在智慧型的手機 太多東西可以用了 是 所以說很多人就是坐上車 捷運 高鐵 公共車 一上去 每一個人就戴一個耳機 對 這樣長期會有影響嗎 非常好 這個問題在美國在2013 2014年間就做過研究 嗯 從MP3發明之後呢 美國那個高中生 不要說成人 高中生聽耳塞型耳機 MP3開很大聲聽搖滾樂呢 造成這個高中生平均來講 它的那個聽力是 有些微損害的比例是增加的 是 對 所以就是一般來說我們的建議是 你要聽音樂 聽手機或是什麼可以 第一個是 音量不要開太大 第二個假設你是長期需要聽 或許工作上需要的話 耳造型的耳機應該比耳塞型的耳機來得好 是 因為耳塞型的耳機 就像我們這個 我們剛剛圖上面講的 嗯哼 耳塞型的耳機呢 它會造 它塞到裡面去呢 它會造成耳朵的容積是小的 容積越小 能量越散不開來 對這個聽神經的傷害就更大 所以它會回溯回去 對 就會造成鑄坡 鑄是鑄馬字旁鑄那個鑄 鑄坡它就代表說聲音能量在裡面一直反覆打 是 就好像KTV兩面牆啊 是 打來打去 完全沒有能量散不開來 那能量就會累積在裡面 那你如果耳造型的這種 耳造型的這種耳機的話 基本上它的空間是比較大的 是 它傷害性比較小 是 聽何醫師這樣說 我上次買耳機買錯了 我總認為說怕它掉嘛 是 所以就買一個可以深入一點的 然後就塞在耳朵裡面 是 而且那個聲音還很大聲耶 我還覺得說我好像買錯了 原來這是不能的 如果聲音不要調太大聲 還OK啊 還OK 只要我們自己聽一個 還聽得到就好 不要調太大聲 其實耳塞型還是可以使用的 是 所以我們說一分錢真的是一分貨 為什麼 剛您提到的這個大耳的這個東西 是 事實聽起來也是很舒服的 是 但是因為它是比較不方便 對 攜帶不方便 攜帶不方便 那當然呢 就是說今天講到這個耳朵保健的問題 一般我們知道就是說 造成我們耳朵的聽力受損的原因 到底是什麼 這原因可以非常多 可以是從小時候出生一些感染啊或是基因的問題都有可能 那另外剛剛講的噪音的部分 是 那另外就是說也有可能是因為外傷啊車禍都有可能造成傷害 對 那另外有一種也算不能說不常見 叫突 突龍 突發性重聽 突發性的 突發性耳 突然嗎 對突然 喔 就是 以前的 舊的一些文獻把它稱之為耳中風 但是我們現在逐漸比較少用這個詞 是因為大家一天要中風 絕對不是一隻手一隻腳或是怎麼樣 會很嚇人 是 但現在我們定義它叫耳 這個突發性重聽 很常見有時候是年輕人出去夜遊啊 或是說成年人過度勞累的工作 隔天起來突然間一邊就聽不見 是 本來從20分貝突然間一下80分貝100分貝 對這個聽力 就完全聽不見 那它是可以恢復嗎 一般來說 治療的話 是 如果你有在趕快就醫 兩週內去接受一個適當的治療 一般來說有70%恢復的機率 是 所以說其實不要小看我們的耳朵 聽力的問題 你今天聽不太到 可能把音量調大一點 那沒關係就聽得到就好了 可是這是越來越惡化 越來越惡化 到時候真的聽力越來越高 您看到它的什麼樣叫做聽障了 或者是說它已經有點失衝了 這個大概是幾分貝 是 如果照國內殘障福利法的 這個描述 大概是55到60分貝以上雙耳 那你大概可以領到輕度的殘障手冊 喔 這樣子喔 對 喔是是是 所以我前一陣子我在公車上 因為我滿喜歡觀察別人的 我看到一個男生跟他的家人在一起 是 但是呢這個孩子啦 就應該是也二十來歲了 是 我看他是整個耳朵是畸形的 都蓋起來的 蓋起來我看不到他的耳朵 是是 這種人有聽覺嗎 有這種可能 你怎麼會遇到那個可能是小耳症 可能連外面的耳殼都是比較小 是的 然後可能耳洞甚至有可能看不見 完全看不見 對 小耳症它 一般來說它 大部分還是有聽覺 只是說它要很大聲才聽得見 是 那有時候我們就需要用一些傳導性的輔助器具來幫助他 譬如說 古傳導式的助聽器這類的 是 來輔助他去聽覺 是 所以這個還是要看醫生 是 他才聽得到了 是是 對 因為我看他那個耳朵的這個耳孔已經 看不見 完全看不見 兩個耳朵長得一模一樣了 是是 那所以說 在我們聽力受損的有什麼樣的分類 剛剛提到噪音 對 疾病是什麼樣的疾病 傳染病 到底是哪一些 OK 一般我們聽筍分為兩大類 第一類叫傳導性 傳導性就是說它神經沒問題 那可能是外面傳進去耳洞裡面 可能譬如說像耳垢去阻塞的 是 第二個耳膜破洞 慢性中耳炎 或是長珍珠瘤 這種是傳導性 珍珠瘤是自己長出來把它塞住了 是 珍珠瘤一般來講 就是那種常常在耳朵流湯 流血會臭 然後長期聽不見 那這種有可能檢查起來 就有機會是珍珠瘤 那當然另外其他的部分就是感應性 感應性是指你可能結構都還通常都正常 但是你的神經裡面 我們耳瓜裡面有一個神經接受器叫做 內耳的外毛細胞 如果外毛細胞受損 外毛細胞可能藥物或是說其他的因素受損 或是先天的問題受損之後 因為那個很像是電線 不會過電這樣子的情況 那這種叫做感應性的聽障 所以是一個是傳導性 一個是感應性的聽障 那如果說什麼傳染的 或者是藥物的這個叫 這個是什麼樣的原因 要傳染的話 一般來說 比較偏應該我們會描述成感染 常常在流湯 那是細菌感染嗎 細菌感染 對 但會細菌感染 感染的背後有幾種原因 譬如說有人是游泳 剛好那個那陣子的水可能沒那麼乾淨 剛好皮膚有破洞 那結果細菌進去 那也會造成感染 那另外就是說我們的耳膜假如有破洞 有時候耳膜如果有破洞的話 光是我們自己感冒 也會從耳煙管感染到我們的耳 有的醒鼻涕很大聲的時候 你會發覺好像耳朵稍微有聽不到 對 那個就是經由耳煙管的路徑 沒有錯 是 對 那另外就是說除了感染之外 像藥物的話 有一種特殊的藥物叫做糖肝類的 它是一種治療格蘭氏陰性菌的抗生素 那一般是它只有增肌 它沒有口服的劑型 那一般如果說在很複雜度的感染 不得已醫師需要用糖肝類的這種抗生素的話 那如果太長期使用超過兩週以上 它是有機率造成聽力上的障礙 是 所以其實我們看這個耳鼻喉科 是 就一般人認為說耳鼻喉科 耳朵嗎 就這樣子嘛 是 鼻子就是這樣子 鼻鬥眼嘛 再來呢 喉嚨就可能發炎 沒有想到這個耳朵的問題還這麼多 是 尤其它是影響到我們的聽力的問題 是 像一般人剛剛提到就是游泳的問題 對 還有有一些人呢 長耳屎 對 自己挖耳屎會出問題嗎 有可能 有可能 就是說 耳屎其實90%的耳屎 我們不去處理它 它自己會掉 但有一些會積了沉年在那邊塞住 那通常是因為有時候我們洗澡的時候 去浸了一點水 是 那耳屎有個特性有點像水泥 它泡了水之後的 耳屎本來是軟軟的 是 是 但泡了水之後呢 它有時候會稍微凝固在耳道的某一個部分 是的 那造成裡面更多的耳屎要出來就出不來 是 就慢慢累積在裡面 是 這是有可能發生的情況 是 另外一個是感染 有時候是黴菌感染 是 黴菌感染有可能造成那個耳屎很大量累積 然後 它自己不掉出來 那如果真的有這種很厲害的耳悶塞 悶塞 悶塞 悶塞情況聽不見呢 還是建議請專業的耳鼻喉科醫師來處理 是 所以要到我們醫院看的時候 看診的時候就是 在耳鼻喉科 先掛診嘛 是 什麼科都可以看了 就是說耳多的科 對 原則上是 如果在很特殊情況下 可能需要專門有做耳科的醫師 對 但是大部分耳鼻喉科醫師都是可以處理的 是 房間 我曾經有人這樣叫過我 我一直不敢做 他說我們像這種 梅雨季節啦 就你剛剛說的 它可能發霉啦 耳朵會癢啊 那 有人說 你平常呢 可以用白醋沾棉花棒 然後 把白醋沾了來 耳朵轉一轉 這個可以嗎 你認為 可以耶 真的 真的可以嗎 因為我們耳朵的梅菌 它是比較 厭酸式碱性 是 所以事實上 用醋去處理呢 是可以的 是 但有時候就是 因為醋 原汁的醋 PS值比較低比較酸 是 有時候太刺激 怕傷害嘛 有時候或許你用足夠開水 稍微稀釋個五倍十倍 再去沾 這個的確是對梅菌有抑制的效果 是 這是有其背後是正確的 多久可以做一次 倒沒有一定 但是如果你覺得 怪怪的不舒服 是可以做 只要說你自己 不要感受到太去刺激的話 是 其實一般來說 你可能三五天做一次 一般都沒有任何問題 是 所以還好 我們今天呢 印證了就是說 請我們的何醫師呢 來跟大家 印證說 這樣可不可以 因為是微酸性嘛 是 這個生肌啊 可以幫助他的 不過我想 目前我們政府啊 對幼兒的這種 所謂的病毒感染啊 就是有沒有什麼防範的措施 病毒感染 一般來說 我們在打的預防針的時候啊 對 也是為了說他的耳朵啊 是發炎啦 影響到病嘛 是 感染是不是這個意思 呃 是有 但是倒沒有說特別針對耳科 但是有時候我們在做耳朵的一些特殊處理的時候 會建議打一個視血感染疫苗啦 確實 視血感染疫苗對於減少中耳炎 小兒中耳積水的發生是有幫忙的 是是是 所以其實我們聽力受損啊 要做治療 要了解到很多的原因嘛 是 就像您剛剛說的 其實要很多的問診以後 才知道他的問題出在哪裡 對詳細檢查問診然後詳細檢查 是 所以檢查說儀器來幫助嗎 是 當然就是說儀器有 有就是包括耳內視鏡耳窺鏡 包含了聽力檢查 像剛剛我們那個分貝數的表 就是用聽力檢查儀去做出來的 是 當然如果說像剛剛李主郝提到那個耳朵有問題 看起來外觀就有問題的 那有時候我們會還要藉助到 譬如說像核磁共振啊 或是斷層掃描 是 看看它裡面的結構還有沒有更深層的問題 是 因為那個洞已經不在 我們已經看不見裡面了 對 所以那就是個案 是 那當然就是說 以聽力正常的人來講的一些年輕人 還有就是年紀比較大的人 何醫師有什麼樣的提醒 就是說聽力保健是很重要的 是 聽力保健一般來說 第一個 我們還是建議不要長期暴露在噪音 特別是去KTV還唱的時候 第二個 選舉或是廟會 放鞭炮或是說那個 喇叭音箱 可能盡量不要去站在它的旁邊 再來日常生活上當然 聽音樂聽MP3可以 但是音量盡量不要太過大聲 是 另外就是有許多研究都建議說 其實一個正常的生活型態呢 對耳朵長期的保健是有幫忙的 例如說 你每天有適當的運動 然後均衡的營養 更重要的是每天有足夠的睡眠 這對於我們這個耳朵神經的恢復呢 都是很重要的 是 所以我們真的非常的高興 就是我們中山醫學大學 附設醫院的 耳鼻喉科何旭爵何醫師 今天 貢獻出這麼多的智慧 無疑就是希望幫助大家更能夠健康 尤其有好的耳朵 這是非常珍貴的 今天謝謝我們何醫師 謝謝您感恩祝福您 謝謝 同時也感謝收看全民健康保健 祝福大家平安健康 的掌文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